他昨天有一個問題 他昨天有一個問題 可是他 我有稍微的講一下 可是他好像沒有興趣 我們繼續談論那個話題 好 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 這個平面的方程式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昨天實負也是講說 這個平面方程式 它的一般是我們合理A角色成 AX 比較低倍的 再一加C配的Z 然後力差兩個多少 OK 這個地方你就要開始寫 你寫在接著昨天的領域繼續寫 可以吧 好 對啊 都被那個國小的領域 那個國小的領域 就是連著上面那個領域嗎 對 連著上面那個領域 那你昨天是不是有寫到 我先要講 昨天實負也談的那個想法 實負也 昨天他的意思 同學他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我們有ABC三個領域 那同學帶進去應該可以得到幾個關係式 三個關係式 那首先請同學 我們先把這三個關係式寫出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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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好 第三個領 C 作標 我們也把它帶進去是1 1 2 是不是 這個領頭要帶進去 可以得到第三個環節式 叫做A 壓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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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會等B 對吧 這個叫第一次 中間這個叫第二次 下面這個叫第三次 這三個領的條件 因為3.5貢獻 所以這個條件出來 應該可以幫助我們去求出這個體面的方程式 可是同學你觀察到一件事情 我們的未知數現在有幾個? 四個 關係是有幾個? 三個 未知數的個數 你關係是還要來得多的時候 超學我問你這個ABC珠 他有了解 先問你了解 沒有嗎? 先問有沒有解 沒有 那有解的話 我要問是唯一解還是無限多數解? 是 同學這個不太敢講 同學是什麼解? 是無限多數解 來 這個ABC珠 好 他有無限多數 那有些學生他的觀念其實不是很清楚 他就會覺得說 老師三個關係是但是四個未知數 這個ABC珠 是解不出來的 其實這樣解不出來是不對的 他當然可以解出來 怎麼可能解不出來 不只可以解出來 而且他的解 根本有無限多數解 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那無限多數解 那我們昨天不是求出這個平面的方程式嗎? 那個平面的方程式我看一下 昨天我們這一題算出來答案是什麼? 好像這個平面的方程式叫做成 我看一下我昨天有寫號 叫做2x加y 2x加y 然後怎麼樣? 加兩倍的力 等7號 那現在我要問同學一件事情 你能不能把ABC珠把它解出來 他的解長什麼樣子? 他有無限多數解 等一下有沒有人不知道為什麼是無限多數解? 多 好 比如說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s加y等於2 他幾個位置座? 兩個 幾個關係式? 一個 這是一條直線 這直線上的哪一個點都是他自己 他有無限多數解 懂我意思嗎? 那你如果要把sy解出單一個解 比如說你要搭配s-y-3 兩個位置座要搭配兩個獨立的關係式 然後你可以把s-y解掉 對不對? 好我想這個是大家清楚 好那現在我要問同學 他有無限多數解嗎? 因為位置座的個數比較多 那怎麼解釋ABC珠呢? 怎麼解釋? 嗨 你說 就是兩個點 你可以算出一條直線方式 對 那我可以三個點 不能算出十年嗎? 可以喔 可是我是說 沒辦法用一代數的 因為你上面都是用YC 對我上面用YC 這個部分同學應該OK嗎? 那我現在用你昨天問的那個問題 我現在要解ABC珠啊 然後我要得到相同的結果 你懂嗎? 對 那現在的朋友我們怎麼解這個ABC珠 其實很簡單 我們用什麼方法就好? 加減消去法 譬如說我們把第一次減掉誰? 減掉第二次 對不對? 你知道其實兩兩相減 哪一個東西一定會被減掉 初一定減掉 所以我們減一下它會變成-A 然後這裡是多少? -B-B喔 所以是-2倍的B 3C-B 所以是加上2倍的C會展明 對不對? 我們可以得到ABC的一個關係式 這沒有問題 然後接下來我們如果用第三個式子 去減掉第二個式子 用第三次去減第二次喔 我們會得到-A 然後這裡是B-B沒有東西嗎? 2C-C 所以變成加上C感如0 好 那同學我現在相減之後我們得到-A加C感如0 我們看到什麼東西? A跟C怎麼樣? A跟C是相等的 好 那A跟C是相等的 把這個條件帶進去這裡 我們看一下 A等於C嘛 所以 A會等於幾乎? A會等於2B 幫我看一下我有沒有寫錯 可以嗎? A是不是會等於2B 所以從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得到 A-B-C的一個比例關係 中學那我問你 請問A-B-C是多少? 而且這個比例關係是幾比? 2B-2 2-1-2 2-1-2 2-1-2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事實上你從這個地方 你沒有辦法真正把A-B-C寫出來 你只能得到一個比例關係 那A-B-C是2-1-2 當然你就可以例 例如說A等於1K A等於2K 然後這個B 你就令它等於2K 然後這個C 你就令它等於2K 然後把這個東西呢 帶回去 一開始得到的這個關係是 我們可以看出來 這個珠 來應該是幾K喔? 2K-K 所以是1K 再加6K 好 珠會等於7K 那這個K其實它只是一個常數喔 K應該不等於0 K是一個任意的時數 那K不等於0 可以嗎? 它的解集合會長這個樣子 對嗎?我沒有寫錯了 那寫出來之後 事實上同學這一題就結束了 對不對? A等於2KB等於1 Z等於2 Z等於7K 那這個時候 同學你看 我們得到的這個平面的方程式 就是2S加Y加2Z等於7 就是K等於多少的時候 1嗎? K如果等於2 事實上我們只是把它的係數乘幾倍 乘兩倍 還是得到同樣的結果 不是嗎? 好 所以我想透過一個小小的這個說明 來回應一下昨天 直呼尾問的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再去做這個平面的方程式 當然可以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我們可以做過這個方式去想平面的方程式 當然是OK的 了解 好 好 這第一個問題 好 那接下來第二個問題 同學這個問題 你們要想看 我接下來問的第二個問題 第八節課我們還有一堂 我要請同學想一個問題 像別的班 就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我們在求這個平面的方程式 可能不是可以算出 2s加y加2b 令他等於k 或者令他等於數有沒有 然後把abc其中一個點帶進去 去把那個數算出來 別的班就有同學問一個問題 他說老師 我用A點帶進去 跟用B點或是C點帶進去 算出來的數 為什麼會一樣呢? 那他們的方法之後就有問他 跟他講說 你是白癡嗎? 因為這三個點都在平面上 你不管帶哪一個點 算出來的數 當然都是一樣的 可是他就覺得 我不能接受啊 為什麼不同的點帶進去 會算出同樣的數 那為什麼他可以接受 同一條寫的不同點帶 好 我跟你講你想想看 你能不能證明這件事情 這其實是可以證的 那當然我們直觀上 我們會覺得 這是可以接受的 你不同的點帶進去 因為落在同一個平面上 算出來那個數當然會一樣的 好我想直觀上 我們可以理解 那他能不能證明 他可以證明 這個證明的話 同學你想想看 你能不能把它寫出來 你懂我意思嗎? 能不能去證這個東西 好 那我們這裡短暫的回應一下 就是說除了師父的體 還有就是禮拜同學部的一個問題 我們想想看 好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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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寫一個討論 來 來把它寫上去 來課堂上問的問題 我們可以一起來研究 好 我們接下來要討論這個東西 這個很重要 考試可以在這個地方做很多的文章 來 這個東西是誰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如果是以前喔 我跟你講 如果是以前 你會跟他講 這個東西是直線 這沒什麼好說的 這大家都知道 可是同學 如果是現在我問你這個問題 你不應該跟我說它是一條直線 你要先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在什麼情況下來問我這個問題 你是在二維的空間中問我呢 還是在三維的空間中來問我 在不同的範圍裡面問同一個問題 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答案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它在二維空間中是什麼東西 我們把它寫進來 在二維空間中 我相信每個人都知道它的答案 在二維空間裡面它的弧形是一條什麼 就是一條直線 可以嗎 來 把它寫上去 二維喔 這個概念群喔 在二維空間裡面 那這條直線喔 來 我這樣隨便畫 2X 加3倍的Y 等於六 好 跟直線垂直的相量 或者稱為直線的什麼相量 法相量 那法相量 其實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會找SY叫什麼 係數二維 這個我想要這樣清楚 那我們其實也可以把它的精確圖形畫出來 它的精確圖形 我們就畫在那個SY的座標圖面上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在畫直線的時候通常會找結局 同學它的S結局是誰 S結局是3 所以這一條直線它會通過30這個點 它的Y結局顯然是2 所以它會通過020 好 OK 所以這一條直線 來 我們把它畫出來 唉唷 這樣畫 對不對 好 這一條直線我想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好 這是小東西 那我先 因為下禮拜都轉到 我先問一個問題 我們比記什麼時候說 其實我的理想狀態是這樣 因為下個禮拜二我沒有經考 所以其實下禮拜二我是沒事的 那如果我希望說下禮拜一考出學之後 那一天的下午 在我們辦公室就出現全班的比記 你覺得這個可能性很高 0 0 真的 如果加我出來就可以A加5A加 喔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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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不想抄的啦 那個是別班的 又亂行一通 他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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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借嗎 老師 對啊 他寫什麼 就別班的 那個亂行 來 高級的時候還是高 來 看那邊 看那邊 201 好啦 看那裡看那裡 小學 這個東西喔 在三度空間中 小學 它的組型是什麼 注意喔 它組型是平面 它的組型是平面 那講它的組型是平面喔 其實有一些初學者 尤其是像有些同學 他直觀上他會覺得說 老師 這個東西怎麼可能會是一個平面呢 我問他說 為什麼它不可能是一個平面 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你知道他問什麼問題嗎 他就說 老師 平面的方程式 仔細看喔 平面的方程式 空間中的平面 是不是應該要有 它的結構應該是這樣 什麼X加什麼Y 再加什麼Z 然後會等於一個常數 可是同學 這個地方你完全沒有看到Z 很簡單 因為Z的係數是多少 0 因為0 所以你看不到 所以這個 它其實在空間中是個平面 它的方程式長這樣 2X加3倍的Y 來 換個顏色的主來寫 再加上什麼 0倍的Z 來 會等多少 會等6 同學它在空間中 它其實是一個平面 而且這個平面 同學它的法向量 來 請把它的法向量抓出來 它的法向量你會找回 2 2 3 0 好 可以嗎 那抓出來之後 接下來同學我要用上半部 不好意思 因為我這裡空間比較小暗 我用這一塊 我把它的精確圖形畫出來 我現在要在空間座標裡面 把2X加3Y等於6的圖形 把它畫出來 來 跟著我一起 來 跟著我一起 我是要畫立體的 對 要畫立體的 我要把這個圖畫出來 要畫這個圖 首先我先問同學一件事情 這是空間中的一個平面 來告訴我 它跟X頭的焦點坐標 也就是說它的X結局是誰 3 0 X結局是3 不是3 0 所以它會通過3 0 這個點 這個點我們把它標出來 叫做3 0 0 好 請問它的Y結局是誰 2啊 它一定通過0 20 對不對 好 那我先問同學 它跟立手的焦點在哪 我告訴你 這又是另外一種關卡 有學生他就會想說 跟立手的焦點 我跟他講 跟立手其實沒有任何焦點 有學生他會看很接受 這個其實可以連接到 你以前小時候的一個經驗 可以連接到什麼經驗呢 我們在國中的時候 應該這個東西就訓練了很好 來 超學你看這邊 國中生通常都知道這件事情 如果有一條間直線 這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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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學這條間直線的方式 叫做什麼 叫做X等的話 3 我這麼說有沒有問過老師 為什麼它叫X等於3 Y到哪 你覺得 Y隨便 Y隨便它就代表 其實它的方式是可以寫成X加什麼Y 0倍的Y等於3 事實上這個Y是任意的數字 反正我誠意0 它永遠都是0 那X永遠都等於3 所以X固定在3 那我的Y可以任意的跑 對不對 那這個動頂P所形成的方式 就變成一條間直線 對吧 這個觀念是這樣 所以同學 你今天回來看這個平面 你告訴我 事實上這個Z它是任意的 這個Z不管是誰帶進去 它永遠都是0 而且你也絕對找不到00Z 那你告訴我它 X等於0 我要講給0Z等於多少 帶進去會讓這個事情成立 0根本是不可能 所以事實上這個平面 它跟Z有什麼關係 是平行的 它根本不會碰到Z 所以這個平面要怎麼畫咧 這個平面我們就這樣畫 這個平面會長這樣子 這樣過了 這樣過了 可以嗎 這個平面會長這樣 那長這個樣子 其實本身也非常合理 所以你看 在二尾的時候它出一條線 三尾的時候多一個Z 你就把這個線整個拉起來 它就變成一個平面 它很直觀 是不是本來是一條線 現在多了一個T走往這邊拉 這整個線的軌跡這樣子往上拉起來 它就形成一個平面 非常合理 好 那我們得到的這個平面 同學我們來觀察一下 得到的這個平面 其實你稍微看一下它的結構 你會發現 這個平面它本身其實跟誰是垂直的 它跟SY平面是垂直的 有看到嗎 這個平面其實它跟SY平面是垂直的 然後這個平面它跟誰是平行的 你知道嗎 它跟我們的Z軸其實是平行的 欸小的我在講什麼齁 在考試形容考勾選題 會不會黏上去 怎麼樣 跟它重合 你說Z軸落在這個平面上 有啊 有啊 所以通過遠點它就會有 對對對 如果你往內推的話 就有這種環境 來 那我們先談到這裡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談一個主題 好 我們來看幾個比較特殊結構 我們去裡面看 你是討色或是非題嗎 討色或是非題嗎 我不知道 我覺得它斷頭口就應該很不錯 所以它還想到我們會找 它應該正在主題 我跟這一張說不可以交往啊 蛤 這一張啊 你說二支一嗎 對啊 應該你一定可以交往 我覺得可以 來 下一個主題喔 哈囉 來 跟我們下一個主題 我們來嘗這個東西 來 我們來嘗特殊的平面方程式 我要講三個 這其實講其中一個就可以 然後另外兩個就 那一個就 平面 一會 我好 可以 吃吧 開關